这几天,雷城变得热闹起来 很快雷城将有两件事要发生 一是陆丰商会,一年一度的拍卖会 陆丰商会作为整个本园大陆中最强大的商会之一 他们在几座大城里都设有分会 这些分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 附近大大小小的势力都会到来 每个分会因为地域不同,都有一些自己的特产 许多势力都是冲着这个特产而来 如雷城里的陆丰商会 他们的特产就是一些雷属性的材料和法宝 但今年这次年度拍卖会不同 因为恰好碰到了雷山开放 里面还会拍卖进入雷山的名额 许多修炼者过来 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进入雷山的名额 雷山归雷家所有 每次雷山开放 能进去的名额自然也由雷家控制 名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普通名额 另一个是核心之地的名额 普通名额总计有一千个 而核心之地的名额只有十个 相差整整百倍 所有名额被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给了寒水圣地 由寒水圣地进行分配 每一次雷家交给寒水圣地分配的名额 都是固定的 普通名额四百个 核心之地名额四个 圣地可以获得所有名额中的四成 正常来说 寒水圣地会把这些名额中的一半 再拿出来进行二次分配 至于谁能获得 那只有圣地自己知道 也没人敢提出疑问 第二部分 雷家会拿出三百个普通名额 外加三个核心之地的名额 交给陆峰商会进行拍卖 这些名额价高者得 这样一来 雷家也能从中赚取收益 许多家族势力都会过来进拍 一些散人修炼者也同样会过来 核心名额不是他们能奢望的 可普通名额还是可以增上一阵 至于第三部分 就是雷家自己的名额了 雷家自己也只拥有三百个普通名额 和三个核心名额 不过 雷家一般还会拿出一百个普通名额 在雷城之中摆下擂台 所有彼岸镜之下的人都可以去参加 优秀者就可以得到相应名额 至于三个核心名额 雷家不会外送 这是他们自用的 雷墨宇此次要了一个核心之地的名额 雷家就把给陆锋商会拍卖的名额减少一个 自己一 就保持着三个核心之地名额 毕竟名额是雷家所有物 给多给少 都是雷家一句话的事 雷墨宇对此一无所知 早上小月刚练完拳 雷三祥已经带着雷蓬蓬找上来了 雷蓬蓬今天的气色与之前明显不同 惊气神好太多了 雷蓬蓬一来就给雷墨宇行大礼 多谢零前辈出手相救 雷墨宇笑道 不用这么客气 去找小雷他们玩吧 虽然重生 可雷蓬蓬的性格没啥变化 依旧跳脱 跑到一旁和小雷小月玩了起来 雷三祥拿出一口香 直接放到桌上 也不管零墨宇要不要 这是我私人给你的谢礼 和大哥的答应的名额无关 然后又拿出两块牌子 一蓝一紫 两块牌子 非金非铁非玉 材料很是奇特 两块牌子上面 都刻着一个雷字 都蕴含着极强的雷属性 雷三祥将其中蓝色牌子放在桌上 这块叫雷影牌 让小月激活炼化 可以帮他隐藏住天生魂的身份 这牌子 是我大哥炼制的 寻常道尊都别想亏他 最近七彩宗正在寻找小月 你要小心 万一被他们盯上了 会很麻烦 就算你在雷城里 七彩宗也会想到办法对付你 林墨宇心中微景 拿过牌子同时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 我确实没想过这些 他以为来到了雷城 也就安全了 接着 雷三想将黑色牌子放到桌上 这是核心之地的令牌 让小月炼化 在雷山里 这块牌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林墨宇问道 前辈 雷山里安全性如何 雷山开放了很多次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雷山安全性极高 不过 我儿也会有人死在里面 但林墨宇觉得 还是问一句比较放心 毕竟雷蓬蓬的母亲 就是在雷山里受的伤 雷三想到 雷山里自然不是百分百安全 但只要令牌再生 一般就不会出事 尤其是核心之地的令牌 比别的令牌都强 足以保证进入者的安全 以往的雷山之行中 进入核心之地的人 都没有出事过 林墨宇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问道 那蓬蓬的母亲 雷三想神情微变 那是一次意外 在迟疑了片刻之后 雷三想再次开口 雷山很大 我们开放的只是最外围部分 哪怕是核心之地 也在外围 而蓬蓬的母亲 在里面 林墨宇瞄懂 雷山真正危险的地方 是在里面 而不是开放的区域 如此一来 林墨宇也就放心 从雷三想的话中 林墨宇可以推测出 雷家其实也一直在 对雷山进行探索 雷家并没有真正掌控雷山 只是掌控了雷山的外围而已 雷山 有大秘密 只要掌握一部分 就可以成为雷家这样的大势力 如果能全部掌握 雷家是不是有机会 比肩胜地 昨天见到雷正英的时候 林墨宇就觉得 雷正英不同寻常 在他身上 有一股霸气 他的目标绝对不只是守着雷家 而是想让雷家更上一层楼 现在的雷家再上一层楼 那不就是圣地了吗 一山不能容二虎 寒水圣地肯定不会同意 到时候 必然会有场大战 林墨宇一瞬间想了很多 他感觉 这块地界 恐怕在不久后就要乱了 但下一秒 他又觉得自己想得多了 这种事 哪里能得到他来操心 雷成 陆丰商会分会 一年一度的拍卖会 终于到来 这一天 陆丰商会门前客人络绎不绝 陆丰商会里 所有服务人员集体出动 出来接待客人 忙得不亦乐乎 好热闹啊 这里的人 比林海成集市里的人还要多 小月眼睛发光 带着兴奋 他自打有记忆开始 见过最多的人 就是林海成的集市 雷成的世界 对他来说 是新奇的 小吴嘻嘻笑道 下次去主人的规则世界 那里人才较多 小吴依附见过大市面的模样 就好像在说 姐姐带你去开开眼 小月单纯地相信 一个劲地说道 好啊好啊 林墨宇见到了陆园 身为商会分会长 陆园亲自出门迎接 不过一般的客人 都轮不到他亲自动手 见到林墨宇 他立即跑过来 林先生 您来了 林墨宇看着他 陆会长 似乎有些发愁啊 陆园叹息道 可不是吗 原本雷家 给了三个雷山核心名额 现在突然变成两个了 我消息 都放出去了 这下难交代了啊 快炸了 陆园愁眉苦脸的模样很好笑 这个问题他 已经完全解决不了 但又不得不面对 陆园默默地表示 爱莫能助 林墨宇问道 这次拍卖里 会有哪些好东西 陆园有些支支吾吾 压低了声音 按规定是要保密的 不过既然林先生问了 某可以透露一下 这次拍屏里 有一颗四阶的 世界级本源结晶 他在说话时 密切观察着林墨宇的表情 发现林墨宇 丝毫没有动容的时候 陆园更加确定 林墨宇不寻常 普通人听到 世界级本源结晶时 必然会有所动容 哪怕你是一个绝世天才 总归会有点变化 可是林墨宇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可以说是质弱网文 这让陆园感觉 林墨宇见过大世面 对世界级本源都看不眼 他哪里又会知道 林墨630与手中 还有五颗五阶 世界级本源结晶 并且将来 他还能融合出 更强的世界级本源结晶 所以他对陆园说的 四阶世界级本源结晶 没有丝毫感觉 陆园见林墨宇没有反应 话锋一转 不知林先生 需要什么样的宝物 林墨宇道 有没有高等级的灵性材料 比如灵性本源结晶 陆园当场愣住 嘴角飞快抽动树下 林先生 您说笑了 灵性本源结晶太珍贵了 就算有 也不会在分会里拍卖 那肯定是总部 才有资格对他进行拍卖 普通人别说得到 灵性本源结晶 就算见都见不到 哪怕是那些大家族 都不一定能见到 接着他又试探性问道 林先生 见过灵性本源结晶 林墨宇笑了笑 曾经见过 连灵性本源结晶都能见到 陆园猜测着林墨宇的身份 也不忘拍着马屁 包间里可以看到拍卖会全场 同时包间里有阵法 防止别人窥探 他领着林墨宇 进入商会拍卖场 直接去到二楼 开启了一间独立的包间 在陆园走后 小月轻声问道 师尊 雷家的那个名额 是不是给我了 林墨宇恩了一声 应该是的 你去了核心之地 就全力修炼 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结果 小月知道 核心之地的名额很珍贵 否则陆园也不会这么烦恼 他用力握着小拳头 师尊放心 小月一定会努力修炼的 小月心中很感动 他知道林墨宇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拍卖场上 不断有客人进来落座 很快就坐满了人 在等了片刻之后 陆园走到了最前方的拍卖台上 一座阵法被激活 笼罩了整个拍卖场 整个空间 顿时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所笼罩 这股力量很强 其中蕴含着道尊的气息 谁若是敢在拍卖会上乱来 这座阵法会教他们做人 甚至有人怀疑 陆丰商会里已经有道尊过来了 只是隐瞒在暗处 当然 这只是预防措施 事实上 没什么人敢得罪陆丰商会 更何况 这里还是雷城 光是雷家这一关就过不去 陆园站在台上朗声道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陆丰商会 雷城峰会一年一度的拍卖会 在拍卖开始之前 本人先要向各位致歉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本次雷山核心名额的数量 将从三名减少至两名 废话就不多说了 下载拍卖会正式开始 有请我们的拍卖师 因为之前在拍卖会开始前 陆园已经对大部分人 说明了核心名额减少的情况 此次再次声明 并没有引起太大动静 这件事不管如何 也算是过去了 并不会真正影响拍卖会 一位容貌美丽 气质端庄的女子 走到拍卖台上 朗声自我介绍 小女子名叫陆俊 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卖师 在拍卖正式开始前 小女子先介绍一下 本场拍卖的规则 上半场拍卖 所有拍品价格 都以普通级三阶本源结晶为标准 下半场拍卖 所有拍品价格 都以精品级三阶本源结晶为标准 支付的时候 可用更高阶的本源结晶进行兑付 比例为一比十 下面将是此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 一件至尊镜的法宝 这件法宝名为断水剑 剑身上铭刻着大量阵法 出自一位四阶炼器大师之手 在至尊镜中属于上乘 最关键的是 这件断水剑可以镶嵌本源结晶 可以大大减少使用者的力量消耗 若是不计代价 催动全部阵法 断水剑可以展出近乎天尊的一击 不过也只有一击之力 起拍架 100颗本源结晶 每次加架不低于10颗本源结晶 现在请各位出架 经过一番介绍后 竞拍正式开始 事先已经有过说明 100颗本源结晶 指的就是普通级三阶本源结晶 厂中众人纷纷开始报价 第一件拍品价值不高 也属于热场之物 竞争也不是太过激烈 很快 一位天尊 以200颗本源结晶的价格 将这件法宝拍走 接着第二件法宝被拿了上来 新的一轮竞拍开始 陆俊侃侃而谈 虽然他只是一名至尊 厂下坐着大量天尊 可是他丝毫没有怯场 在陆丰商会里 姓陆就代表是陆丰商会的族人 像陆源这样 虽然只是庞系 可是好歹也是陆家人 正常情况下 没有什么人愿意得罪他 台上的陆俊也是如此 他同样有着陆家人的身份 哪怕是天尊 也要给点面子 拍卖会分前后两后 前半场拍的都是普通物品 后半场才是精华所在 即便是普通物品 能进入陆丰商会拍卖会的 也都是精品行列 林默宇道 你们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可以自己去竞拍 小吴看着拍卖场 似乎对每一件东西都很好奇 可是从来不交价 他只是单纯地觉得好奇 普通的法宝之类的东西 勾不起小吴的兴趣 他感兴趣 反而是一些新奇之物 小月则是跟着小吴凑热闹 根本不会交价 东西一渐渐被拍卖 前半场的拍卖会里 林默宇也是兴趣缺缺 以他如今的眼光 能被他看上的东西都是精品 只可能出现在后半场里 林默宇慢悠悠地喝着茶 直至上半场节一点三数 他也没有出过一次手 不只是他 二楼包间里的人 几乎都没有出过假 能在包间里的人 身份都不一般 基本上来自各大家族市里 普通的东西 他们看不上眼 短暂的休息后 陆俊宣布下半场开始 拍卖会的下半场 也是整场拍卖会的精华所在 作为拍卖室的陆俊 显然也兴趣起来 下半场所拍的商品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再次声明 所有下半场的所有拍品 都将用精品及本源结晶进行结算 请各位注意 下面将进行下半场 第一件商品拍卖 陆俊揭开了下半场 第一件拍品的面纱 和上半场第一件拍品一样 下半场的第一件拍品 同样是一件法宝 看到这件法宝的时候 林墨宇顿时有了一些兴趣 下半场的第一件拍品 是一件天尊镜法宝 不过只是天尊镜中 最差的那个档次 在上半场的时候 天尊镜法宝不是没有出现过 单论品阶 这件法宝还进不到精品行列 关键是它的作用 它对使用者的境界修为 没有要求 哪怕不到超神镜 都能够使用 陆俊明显比上半场更加兴奋 洋洋洒洒介绍着这件法宝 这件法宝 名为悬光拳套 由一位四阶的炼器大师所造 他可用本源结晶进行驱动 拳套上最多可镶嵌五颗本源结晶 若是全力发动 最强可爆发出天尊镜的攻击 各位前辈想来都有足中晚辈 这件拳套 如果给自己的晚辈使用 在安全性方面 就是一个极大保障 堪比一位护道者 其价值之大 想来各位前辈都很清楚 拳套起拍价 100颗本源结晶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颗本源结晶 陆俊语言中充满了诱惑气息 都是实话 在场之人 许多人都有后辈 这件拳套 确实能为自己的后辈 带来极大的安全保障 林四林默宇 曾经在古念水身上 见到过类似的法宝 当然 古念水的法宝更强 眼前这个拳套也是不错 拿来给小月的话 小月的安全性 可以大幅度增加 林默宇有些异动 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是这价格 确实有些高昂 不少人开始计较得失 合不合算 一进入下半场 本源结晶就开始 以精品级进行结算 100颗精品级的 三阶本源结晶 其价值 其实已经超过了 1000颗普通级 三阶本源结晶 超过 了大部分上半场的拍品 而且这个价格 还只是起拍价 估计会溢价数倍 100颗精品级的 三阶本源结晶 对普通天尊来说 也不是个小数目 甚至许多小家族 都拿不出这么多本源结晶 拍卖一开始 立即有人开始叫价 价格迅速被推到 200颗本源结晶 直接翻倍 随后 速度就慢了下来 大家竞争频率不断下降 出价的人越来越少 林墨宇对着小月道 小月喜欢吗 小月看着全套 全套很精致 上面的阵法纹路 也极为美丽 眼神已经说出了答案 她很喜欢 但是听到这价格 小月还是摇头 小月不需要 乖巧 懂事 小月不想林墨宇 再为自己多花钱 林墨宇笑了笑 沟通了阵法 300 她的声音通过阵法传了出去 声音已经发生改变 没人能把此时的声音 和林墨宇本人的声音对上好 此时叫价刚到220颗本源结晶 林墨宇却突然叫价300 一下子加了80颗 陆俊立即叫到11号 包间的前辈 出价300颗本源结晶 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300颗精品及三阶本源结晶 这个价格已经很高 就算买一些比较好的天尊镜法宝 都不需要这个价格 大部分发 都在林墨宇爆出价格后 演气息鼓 在陆俊第二次确认后 才有一个声音响起 320 陆俊原以为 全套要以300颗的价格成交 没想到还有人加价 微微一震后立即叫到 5号包间的前辈 出价320 还有人加价吗 350 林墨宇想也没想 再次出价 陆俊当即改口 11号包间的前辈 出价350 这个价格出现后 拍卖场再度陷入沉默 随后有一些细碎的声音响起 350颗精品及的本源结晶啊 买这么的全套 不合算吧 就算给晚辈用 也用不着花这么大的价格吧 就是啊 这件法宝 其实很激烈 小月小心翼翼地说道 师尊 不用花这么多钱的 林墨宇微微一笑 无妨 陆俊等了数秒 再次开口 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的 这15号包间的声音再度响起 360 林墨宇想也不想 400 这一下 拍卖场彻底安静了 400颗精品及三节本源结晶 足以购买两件上好的天尊镜法宝 换来这么一件鸡肋 实在是不值得 过了数秒后 5号包间再次出价 4101 不过听得出来 对方似乎有些迟疑 林墨宇则是在对方出价后 直接开口 500 全场寂静 有人低语 他不是疯了吧 这个拳套撑死 也就200多啊 真是有钱人啊 不知道来自哪个大家族 有钱也不能这么霍霍吧 5号包间里 一个年轻人神色阴沉 为什么不让我加价了 包间里另外一人 比起年轻人年长一点 近乎中年 也更加沉睡稳重 他慢慢说道 这个拳套不值 年轻人明显有气 可是对我有用 有用的东西多了 不是每一件都值的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 是核心之地名额 别的都必须放在他后面 在中年人喝止下 年轻人保持了沉默 不再加价 陆俊在连着问了几次后 最后宣布 恭喜11号包间的前辈 拍的悬光拳套 拳套被拿了下去 很快就会直接送到 林墨于手中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是拍卖会的传统 陆俊完成第一件拍卖后 又开始了第二场拍卖 下面是第二件拍品 十个进入雷山的普通名额 雷山的名额 各位前辈想来都知道 小女子就不多做介绍了 普通名额十个 起拍价200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20 现在开始拍卖 普通名额总计有300个 以十个为一组 进行拍卖 至于拍走后如何处理 陆丰商会不管 雷家也不会管 往往有人把名额拍走后 又以高昂的价格 转387卖出去 从中赚取利润 这次拍卖会 不少人就是冲着雷山名额来的 雷山名额一出来 价格就被迅速抬高 林墨宇对此没有兴趣 只是静静看着别人竞价 雷山之行 只对天尊敬之下的修炼者有用 林墨宇和小物都没有用处 小月又已经拥有核心之地的名额 普通名额自然看不上 咚咚咚 包间门被敲响 小物快步跑过去开了门 只见路员带着全套站在门口 林墨宇笑道 会长亲自送来 真是受宠落惊 路员哈哈笑着 林先生拍下的东西 路某自然要亲自送来 这句话隐隐点出 林墨宇的身份不简单 问题吧 林墨宇能听懂 但并没有深究 他拿出五颗早就准备的精品 及五阶本源结晶 用这个覆没 路员喜出望外 连着点头 当然没问题 林先生果然大气 付了钱 路员又要客气了几句 这才离去 林墨宇将全套扔给小月 炼化吧 小月声音激动 谢谢师尊 林墨宇呵呵一笑 继续看着拍卖会 十个普通名额 最终被人要310颗 本源结晶的价格拍走 如果按此价格来算 光是普通名额 雷家就能收回将近 1万颗精品级的本阶 本源结晶 赚钱真快要啊 林墨宇不得不感叹一句 家大业大 赚钱果然快 雷山名额以十个为一组 被当成商品和其他拍品 一起轮着上拍 每一组雷山名额的价格 都相差不大 基本上集中在300至350的价格之间 林墨宇发现 大部分名额 都是被二楼包间拍走 这些人身后 都有家族宗门 这些名额对他们来说 很有用 看着一件件商品 被拿上拍卖台 又被人拍走 林墨宇再也没有出过价 这些东西 或许品质不错 但都引不起他的兴趣 等到300个雷山名额 全部被拍卖完毕 拍卖会也接近尾声 小吴好奇道 主人 这么多好东西 你都看不上吗 林墨宇轻轻摇头 不是看不上 而是没用 这个世界上 好东西太多了 并不是每一件 都能为我所用 小吴想了想 也是 以主人的能力 这些宝物用处不大 林墨宇笑道 你又懂了 小吴哼了一声 当然 小吴很聪明的 轴之物 陆骏的声音自外面传来 拍卖会还剩下最后五件拍品 这五件拍品 也是本场拍卖会的压 首先拍卖第一件 雷山核心之地的名额一位 起拍价 200本元结晶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颗本元结晶 现在开始竞拍 200 230 300 终于轮到雷山核心名额 一开拍就竞价 就无比激烈 价格一路推高 眨眼间就已经超过500颗本元结晶 500颗精品级的三阶本元结晶 这个价格十分高昂 若是换成普通的一阶本元 那就是50万 对普通修炼者来说 就是天文数字 小月此时也被吓了一跳 原来核心之地的名额这么贵啊 小物也奇怪道 不就是一个名额吗 为什么要这么贵 林默宇笑道 其中有一些特殊原因 在雷山核心之地里修炼 修炼速度是外界的百倍 而且还能得到一些额外好处 各方势力 为了培养核心弟子 都会想办法 让他们去一趟核心之地 其实修炼速度倒是其次 真正想要得到的 就是那个额外好处 小物眼睛一亮 有什么好处 林默宇笑道 等小月去了回来便知道了 到时候再与你说 小物哼了一声 主人 哪有说话说一半的 林默宇解释着 并不是说一半 而是每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一样 有些东西 要自然而然地获得 不能刻意 小月去了 也不必刻意 只管修炼 我们目的与别人不同 不追求那些 小月点头大脑袋 小月明白 小月会努力修炼的 雷山里有本源灵脉 本源之力强盛的不像化 远超外界 在核心之处中修炼 不仅速度快 而且根据会十分扎实 至于那些额外的好处 林默宇并不抢求 有就有 没有也无所谓 恭喜五号包间的前辈 拍得此次雷山核心名额 在一轮轮的竞价之后 最终这个核心之地的名额 被人以1200本源 捷径的高价拍走 拍走的人 正好是之前和林默宇 竞价的五号包间的那位 这个价格确实很高 有些家族倾家荡产 都拿不出这么多本源捷径 陆骏对这个价格也很满意 从下半场拍卖开始 他明显至上半场是更兴奋 他已经开始介绍下一件拍品 接下去要拍卖的物品较为特殊 这是条二阶本源灵脉的残骸 本源灵脉的残骸作用 想来各位前辈都清楚 不过小女子这里 还是要做些介绍 本源灵脉的残骸作用很广泛 既可用在炼器中 也可以用来炼丹 也能够喂养给本源灵脉 陆骏介绍着灵脉残骸的作用 林默宇也从人黄地方 得到了本源灵脉残骸的具体资料 本源灵脉有的时候 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枯竭 最终灵脉消失 只剩残骸 残骸中 依旧会留有本源灵脉的部分能力 可以当成本源结晶使用 用来炼器炼丹 同时也可以喂养给完好的本源灵脉 对本源灵脉进行强化 但这样做的话也有风险 需要讲究属性 弄得不好 不仅无法增强 反而会伤害已有的本源灵脉 本源灵脉的残骸 价值固然不小 但也高不到哪去 尤其线下拍卖的这条 只有二阶 其价值更小 陆俊在介绍完后 宣布了起拍价 二阶本源灵脉残骸 起拍价200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 拍卖开始 可场内却是一片寂静 并无人出价 就连陆俊都有些尴尬 场下传来许多低沉的声音 本源灵脉的残骸 可惜只有二阶 若是三阶还有点价值 四阶的话 就有不少人势力会出手 可二阶太低了 二阶本源灵脉有什么用 小家族买不起 大家族看不上 不会流拍吧 那传出去 可就不好听了 陆峰商会很少有流拍的时候 任何一次流拍 都是污点啊 陆俊心中很无奈 原本是没有这件拍品的 最后五件压轴拍品 其中三件 都是雷山核心名额 可是雷家的核心名额 突然少了一个 他们时间来不及 只能硬着头皮 拿出这条本源灵脉残骸 进行拍卖 本源灵脉残骸价值说高也高 说低也低 关键是看有没有人需要 林墨宇看着本源灵脉 忽然对小巫道 小巫 看一下这条灵脉残骸的气蕴 小巫嗡了一声 天尊气息爆发 无形的气蕴大道 顿时环绕身侧 强大的天尊气息 在拍卖场中弥散 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要动手吗 不对 这气息来自二楼 有人可能在施展秘法 为什么要施展秘法 这气息有些古怪啊 若有若无 有心无志 这是虚之力 这是为通过虚之力 成就天尊的天才 这话一出 所有人接近哗然声 通过虚之力成就天尊 和普通天尊意义完全不同 那是真天的天才 只要能活下来 将来成就道尊 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陆园看着五号包间 他知道包间里是林墨宇 原来林先生 竟然是凭借虚之力 成就道尊 难怪风瑶小姐 会给他高级会员 风瑶小姐的眼力 还真是强大 小巫目光中 雾气营绕 盯着本源林麦 残骸看了数秒方才收敛 这条本源林麦的气运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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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本源林麦的气运很强